哇,总共这里有15颗,然后16,17颗,有17颗小盆的紫苏,还有三盆大的紫苏,所以一盆紫苏总共变成了20盆,好厉害哦! 哈喽,大家好,我是喜欢香草乐爱田园生活的尼克,在观赏我的影片之前啊,请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,并按下小铃铛哦! 这颗我想是大家人见人爱的,这个紫色的植物就是紫苏,那我在园艺店看到这颗就想说,哦,我想把它收编回家,为什么? 因为你仔细看啊,这颗紫苏的叶子,特别的波浪,比一般紫苏的叶子啊,它的那个波浪状更多啊,这么可爱,这么优异的品种,我当然要把它复制一些在家里了,所以呢,我们先来做修剪,修剪下来就可以擦枝,现在开始修剪咯! 这样子把它剪下来,剪下来修剪的话,可以让这颗植株矮化,那矮化之后,重新长的话,会倍增,它的枝条就会更茂盛,然后这个枝条就可以剪来做擦枝, 像这样子,修剪完,不止如此哦,大家等一下再看一下,这样可以增生出非常多颗紫苏啊,再来这个花盆啊,你仔细看里面的花盆,这边有一颗,两颗,三颗,所以农民把三颗种在一起, 我们可以再把它拆开来,就变成三盆大的紫苏,跟无数的,无数的小紫苏,那要擦枝的时候啊,一节里面,我觉得下面的叶子可以剪掉,把这边的剪掉,然后只留上面的叶子,这样子就够了,相同的,把下面的叶子剪掉,留上面的叶子,然后这里也是, 这有两节,把下面那一节的叶子,大叶子剪掉,留上面的这样子,那相同的,这边,这个是顶牙,这个是有顶牙,那一样可以剪下面的两片叶子,你也可以再剪掉上面的两片叶子,那这样子就好了,那你可以选择用土叉枝,现在是秋天,直接用土叉枝应该OK,但是如果,像我觉得 我不见得每天在这个位置,可以注意到它控制好水分,那我可以先水擦法,擦在水里面,等它发根后,再种到土里面,也是OK的哦,这些剪下来的叶子,不用丢掉哦,这个我会拿来酿醋,紫苏酿醋好好喝哦,我有影片介绍,大家可以点阅我之前的影片欣赏,再来这个大盆的,刚说它里面有三颗,我们把它拆解开来,那稍微把它抽出来,那要有点力气哦,不用担心, 它被你扯换,你看它的根这么的纠结在一起,那大致把它分成三等份,稍微拉扯,有些地方受到破坏没关系哦,那因为它真的太纠结了,只好拿出剪刀来做剪断,因为手可能没那么好拉断,那部分的根就会这样被剪断,那没有关系哦,等你把它三盆分开来之后,它们有更好的环境,会越来越长越好 剪断,三个地方都分开,剪断,大概主要的根已经好,再慢慢,试着慢慢把它拉开,好了,这样开始可以拉开来了,然后这一颗, 这两个,这两个,应该有部分重叠,只好用外力剪掉咯,好了,那像这样子就可以分三盆来种植,这里根太纠结,我想把它剪掉,让它重生,它整个都是根而已,那这样,然后到这个新土,再补上新的培养土, 修起好的紫苏枝条,就把它插水放在明亮太阳不紫色的地方,大概一个星期后就会发根咯,你看,经过十天都发根了,我要来把它种到小花盆中,把水插发坑的紫苏,种进小花盆里面就变成这个样子了,你看,哇,总共这里有十五颗,然后十六,十七颗,有十七颗小盆的紫苏,还有三盆大的紫苏, 所以一盆紫苏总共变成了二十盆,好厉害哦,啊,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,欢迎你分享与订阅我的频道,一起享受香草与田园生活的美好,拜拜